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主派是一个小数 我们面对的就是政府一度利用这个制度的暴力 建制派一上来就可以投票通过这种制度 如果我们不予是反抗的话 那这个立法会就会变成橡皮图章 其实在2014年的一国两制的实施一国两制白皮书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全面管治权在香港能够实践 就是中央治港政策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你说中间有一些的挫折 有些失误 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大方向 是对管治香港的一些看法的 所以你会见就算是黄了 换了这个駱惠宁都好 似乎在那个路线上面 仍然都是用一种对香港人的很不信任 然后就觉得就是说 中央的权力在香港 是不只是指于国防及外交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权力 是在一个基本法里面写下了 但是本来是隐含的权力 它都要将这些隐含的权力 是要明示化了它 所以第一个我回答你 关于路线上面的 或者方向上的问题 从2014年的一国两制实施 实践白皮书 到今天来说 我看不到中央政府 是对香港在这个管治态度上面 看法上面又有根本的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黄志民 那我就会觉得是很典型的 就是中央官员如果他在实施 或者执行内地政府政策 中央政府政策的时间 有失误的话 有犯错的话 他就要面对这个政治问责的问题 所以政治问责和那个 治港的路线 可以在一个不矛盾之下 并存的东西来的 换言之就是黄志民 是因为可能是 就是对香港的 形势的研判 有失误 特别在这个区议会选举上面 那种的是低估那个民意的海啸 而引致到当前那个 是政治的局面 特别在区议会当中 整个建制的阵营 是一败涂地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一定就会对 整个特区政府的管治 是增加了额外的压力 就是不单只在街头上面 而且还要在区议会 议会的平台上面 是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抗争的行为 那所以变成就是 可能千辛万苦修复了的 立法会那个平台 又突然之间 是全香港十八个区 当中的十七个区会失手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王志民是承担这种政治形势的 误判、失误 还有结果是不理想的 其实有些是苗头 就由习近平主席是讲了的 包括了就是 他那种 煲澳门的一国两制 就是贬益香港的一国两制 然后就包掌澳门的一国两制 是能够维护到 在国家安全之下 是让中央政府可以 是有个很放心的状况 在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 就是中央政府就觉得 香港这个国际城市 是有很多它不能够掌握 控制到的内容 所以它是从一个这样的角度 去看香港这个国际城市 当中的是国际社会 在香港的持分 香港人因为是 对香港社会核心价值 那种的追求 香港人有很多是 国内当日八九六四 甚至更早之前的文化大革命 甚至更早之前的 就是五七反右运动 里面有很惨痛经历的 是上一代下一代 在香港这个地方 其实融为一体的时间 就会成为一个 对中共的管治 非常之有戒心的一个群体 而这个群体呢 是跟澳门很不同 因为澳门在六十年代 已经被中央政府的 政府单位 各种形态的滲透 接管了 再加上就是 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政府 政府也真的做不到任何事情 是说服到澳门人 就是在一个不同的 是 革命体系之下的生活 生活得更好 但香港很不同 香港我们七十年代开始 就是经历了这个 英国殖民地政府 在 他和这个 中共的斗争过程里面 就是中英斗争的过程里面 他为香港也是奠定了一些良好的基础 包括了法治 包括了公务员的体系 包括了香港社会有的一个自由的空气 等等的内容 都会令到香港和内地有一套很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而这一个价值观的冲击 是令到香港人起来反抗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因为在今次的反送中的运动过程 反修例的运动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这一套价值观的冲击 所以香港人所追购的是自由 法治是面临内地可以将他的一套法律制度 是透过逃犯移交的安排 是进入香港的司法系统当中 所以这一种的矛盾 其实本来是应该要透过 就是特区政府是及早掌握民意 和市民担心的所在 一早杀停了这个反修例的风波 就是这个修例就已经是没事了 但是他没有这样的选择 而演变成为另一场的就是反警暴的运动 在反修例这个前提下面 演变成一个反警暴的运动 甚至就是因为反警暴的关系 而再见到就是特区政府那种的无能 那种的根本没有维护到香港社会 香港人的应该的持份 而只是将整个特区政府的施政 是完全一面倒的倾向 中央政府可以给我做的 他又会做 面对香港市民 对于香港政府应该要管理的 是警队一筹莫展的时候 或者面对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应该可以管理的警队 的警队已经是不断地 向这个市民大众施责 运用这个就是将它的警权是无限抗张 是吧 在街头上的濫捕濫打濫告 这些很明显的已经走向一个专权的社会 所大家不能够接受的现象 但是特区政府是完全对于这个事情 是无动于衷 完全对市民大众的是和平请愿 反而视为这个洪水猛兽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一个是结构上和制度上的矛盾 是衍生到就是香港和内地 因为这两套的价值观 完全南沿北切的时间 其实除非中央政府是放手 接受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 是会对内地的经济发展有帮助的时间 那其实它除非肯放手 如果它不肯放手的话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 自必然是会拥抱这个普世价值 拥抱普世价值的香港 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的时间 就永远都会成为这个中共 在香港管治过程里面眼中钉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中港的矛盾呢 是永远无办法呢 是缓和下来的 我这样看吧 就是很明显 6月9日有一百万人上街 要求特区政府撤回这个逃犯移交的修例 特区政府要撤回这个修例 其实是当时 是完全在它那个掌控当中的 大家还记得 6月9日之后的一段时间 这两三个星期呢 中国的驻英国大使 就公开说明了 修例是特区政府的 即是内部的意愿 中央政府只是支持它的一个行为 一个政策倡议 如果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说 即是说修例不是源自特区政府 对不起 不是源自中央政府 给特区政府的一个要求和压力 这样子 6月9日 其实它可以回应民意的 6月12日继续去 有冲突 衍生到6月16日的第二波 200万人上街 也都见到 在这段一个星期的时间当中 林郑政府是完全有理由 能力 亦都是一个 足够的 法定的权力 撤回它的方案 我已经不再说早一点的时间了 更早之前 其实当时大律师公会 或者很多民主派的要求 都只不过要求 法区政府不要硬来 或者重新咨询 有问题修补 不好 就是做得不好的 不好就补到好为止 是这样的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告诉你 可以如何应付到 陈鸿佳的案件 是有方法 而它不处理 它不选择 而如果 駐英国的中国大使所说的 说话是真实的话 那就是说是林郑政府一意孤行 好了 接下来的诉求是什么呢 撤回方案 固然应该是 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它的方案 是他提出来的 常常到内调查委员会 是根据香港法例 这个 由特首 可以委任这个法官 而且在他 进入这个 逃犯移交的修例风波之前 他已经试过了 在这个 这个沙中线的事情当中 是吧 就着工程的失误的问题 他都应该委任了这个 大法官去处理有关的独立调查 那就是说 权是在他手上的 为什么他不用 他不用得两个可能性 一 一是说中央政府不让他用 第二 是他自己 矮化自己 不肯去用 以至到搞出个大头发 那 究竟是 什么葫芦 买什么药 大家不一定会知道 但是很显然就是 无论是前者或者后者都好 前者 证明了中央政府的干预 已经去到一个毛孔不入 连香港的内部事务都要干预 后者 这些 亦都表明了 特区政府的官员 完全是没有 决心 意志 去维护香港人的核心利益 就算一个 就算是一件 典型的香港内部事务都好 他都要 言听计从 紧遵这个中央政府的指令 他才够胆 去运用 在他手上 作为香港人 香港人的特首 所应该要 做事的时间 的权力 的运用 他没有这样做到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 这一个反修例的风波 是很显然看到 香港 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干预 无孔不入 或者 特区政府的一种 是揣摩常义 自我矮化 放弃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核心 信念 即是说 高度自治 港人自港高度自治之下 香港的事务 香港的内地事务 是按照香港人 按照香港的法例 去执行 去诠释 去运作 的这个核心价值 但是你作为 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 不是聆听香港人的民意 反而就只是事事 是听中央政府 言听继从 那 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 即是说到这一部分 得到 这不是香港人的阶段 优优独播剧场——